嗨,YouTube大家好,我是建宏 嗨,大家好,我是李伟康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就是 选委会主席换人的事情 诶,选委会主席换人 不是很小件事吗? 为什么要特地拿来讲哦? OK,这是因为 其实不管是西蒙也好 还是国阵也好 他们的宣言里面都有讲到说 未来他们要把一些国家 重大的职务 像是说反腾会主席啊 还是选委会主席 都要由经过国会来领选 哦,所以今天你主要的目的 讲这个新闻的目的呢 又是要啪啪啪打你 他们的政策对不对 这个频道真的很不好 时常去找别人西蒙啊 或者是以前 那个我们的领袖 政治人物讲过的话 你还是说我们比他们 更加在乎宣言 对,所以我们就要去 监督他一下 那今天这个选委会主席 他换的是谁上来呢? OK,这个新的选委会主席 叫Ramun Harun 他过去是乡区发展部的 一个秘书长 简单来讲他就是一个公务员 那为什么会换呢? 这是因为上一任的 选委会主席已经退出了 因为我们的宪法里面 有规定说只要你66岁之后 你就不能够再当选委主席 那可是哦,选委会主席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职务啊 你理论上来说 你当上这个职位啊 之后你不能再有其他职位 因为选委会主席是 哦,你未来的每一场选举 是他来管的嘛 他如果偏心帮你 还是偏帮谁 会非常影响整个国家的 到底是谁赢谁输 然后,所以你是说 他的这个职务当上了以后呢 他就不能够有任何的 其他的公职 对 再生的,对不对? 对,所以他不像是一般 我们讲的关联机构的主席 他这个东西通常是公务员来当 而且是退休了之后 他已经没有其他的公务 而且不止公务 包括说private sector的工作 他只要是有薪水的工作 他都不能做的 这个也是哦 这样如果说选这个人选 我自己本身也是觉得 蛮适合的 主要是因为他做到一个 部门的Bengara 一个秘书长的话 他的身家背景审核 就已经是过了的啦 不然的话 以前他就不做到那个位置 所以起码身家背景上 我不懂他们的那个审核怎么样啊 但是起码应该内政部 他是有去调查过 他的所有的身家背景 才能够让他做到 这个Bengara的职位的 这个如果你要这样子讲的话 这样过去一直以来 从国阵成立到现在 每位选委会都没有问题吗 看起来也好像是这样子哦 只不过因为以前国阵一党独大 不是 这个巫统一党独大的时候 那所有的政策上啊 就有意无意的 可能就会偏向于 执政国阵的那一方面 最有名的 那个时候我们就搞了一个叫 Undi Rabu嘛 就无端端把一场 把一个全国大选 放在这个星期三里面去举行 就是为了要不让 就是要为了 简低那个投票率 这个是坊间就讲说 选委会是一望 可以简低投票率啦 这个选委会自己 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件事情 没错 是我们自己的想法 所以那时候公民社会 就在批评说 你选委会 为什么不要放在周末 因为周末才可以让大家 就是包括说 邮子回来投票嘛 所以这个就是 你看这就是一个 选举委员会的主席 他们可以做到的事情 他可以决定 什么时候投票 如果说他决定了 什么时候投票 那超微的影响了 一点点投票率 都会很大影响 整个结果的 没错 而且我还没有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职务 就是大家没有在 大家可能有点忘记了 就是选区的划分 我们选区 我们的国会 我们的宪法里面 有规定说 每八年 就是我们选区划分的 这个职务是交给 选委会主席 然后当然他也不可以 一直去run划分 就是你这一次划分完了之后 你要隔八年到以上 才可以再划分第二次 然后这个东西 如果说他划分 如果说过去 过去啦 不管是哪一个政党 过去不管是哪一个政党 还是公民社会 都有在批评说 我们的Waffle好像不公平 城市要整十万个人 才有一个选区 而一些地方 像Putraga 可能几千个人 就可以拿到一个国会 现在去到几万了 去到万多了 现在去到万多了 所以这个职务 也是交给选委会主席 所以如果他真的 想要偏心帮某个人 那他真的是可以 帮到某个人了 当然我们没有在说 这个选委会 他真的有在偏心 只是就是因为 他的职务重大 所以我们才想说 你不要交给首相自己 直接来选 你要应该是 一个国会 经过国会领选 就是说 国会可能 行政单位 他提出可能三个人选 然后国会就 对他进行调查 然后可能就是 有一个简单的问话 然后交给国会说 OK 最后我们决定谁来选 然后我记得 上一次我们 请燕客上来 去访问的时候 燕客也是有说的 因为接下来我们 似乎是要去进行 这个选区划分 应该是 2026之后 没错 这个我得到的 那个讯息 我继续先说完了 那燕客就说 如果你的那一位 人选 他是朝野都 或者是在野的那边 不喜欢 或者是不满意的话 那也有可能去导致 这个选举的结果呢 他们会不承认的 所以他们 他们就公民社会呢 Bersey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忧虑啦 所以现在看起来 目前还没有看到说 谁对于这个选委会的人选呢 新的主席人选呢 有什么意义的 朝野国会看起来 是没有什么意义啦 目前 但是朝的都是 反正是Bersey 或是公民社会咯 嗯 没错 我相信在 也因为 也很有可能是因为 他这位人选呢 是公务员出身啦 所以就 大家都想要 去 讨好公务员 这样历界 应该都是公务员出身的啦 是 那我们一直在谈的呢 那为什么我们那么执意 那么在意说 这个选委会主席 是由来去委任啊 来去领选啊 他的这个程序 那为什么要公开 那么透明呢 主要是因为我们觉得 这个国家的命运啊 就是你去 让整个election的嘛 对 所以你的那个人选 要必须经过 国会的这个endorse呢 是很重要的 甚至乎 在我们去参加 那个Bersey的集会的时候 那个人民大会的时候 他们也有邀请了 那一位选委会主席的 第二号人物 他的属里主席 他自己也在台上 去公开讲说 说我们也要呼吁 这个领选的程序 要比较公开透明一点 起码让我们知道 你是怎么样去选 到我们成为做 那个什么的 那个职位的 所以这也为什么说 现在这个公开领选呢 是我们公民社会 一直要去提倡的 一个主要原因咯 也不只公民社会 我再次就是 向大家报告 这个东西其实包括说 不只是西蒙 还有包括说 国阵他们宣言里面 都有讲说 这个宣委会主席 都应该要经由 国会的一个 特殊委员会去 去领选 才可以让他approve的 好 无论怎么样都好 这也算是一个 他们 一个跳票的 一个做法了 对 本来这个东西很容易 是很容易嘛 我也不懂 反正这个东西 是我觉得可以做得到的 但是就是现在 就现在的政府呢 也就还没有 舍得去放弃 那个权利啦 我也是觉得很奇怪 到底为什么不这么做 因为它不像是 例如说地方选举 地方选举 至少是西蒙讲要 然后国阵讲不要嘛 这个 这个选委会主席 他们是两边都讲说 要交由国会 就是交由国会 去领选的 那为什么不这么做 我也是不太明白 起码你要有一些人选 我觉得目前还没有 那一个机制吧 我觉得目前还没有 那一个机制 然后他们也 还没有想到 要做这个东西吧 这样无论如何 这样就希望 再下一届啦 再下一届啦 然后再下一届 然后就希望 整个选委会的 他们有很多委员 他们又都会一直 去更换人的 有一些人 可能做三年啊 就刚好戒满了 所以他们一直会 Rotate的 所以还是希望 说我们的 这个领选的机制 能够再公开透明一点 不过取说 现在其实在体制里面 他们已经有公开 公开 有公开透明的 只是我们老百姓不知道 没有啊 Sorry 现在的制度 就是没有透明啊 因为包括说 AG也好啊 还是说选会主席 还是反弹会主席 现在都是直接 由首相任命 谁去当主席 没错 所以也就是 首相的 首相权利 绝对权 对绝对权利 所以也就不敢 去放权了 那今天还有什么东西 要补充吗 作为这个人选 你要去 我只有一句呼吁 安华 如果你再不把这个东西 改革好 万一将来是轮到PN 掌权的时候 你就不要给PN的首相 来搞你 PN掌握到完所有 重要职务的任命权 提醒大家 这个东西 不是我们故意 要毒 安华 而是这个东西 安华如果落实了 对它未来 也是更有好处的 没错 我们时常都强调的那一句 就是说 今天你是政府 未来下一届 你未必可能是政府 你很大可能 你能够粘刃 但是也有很大可能 会翻车 所以你怎么样 在你有权利的时候 你去制造一个 好的制度 让它以后 无论是谁在朝在野 大家都是能够 在一种相交 相对公平的环境下 去进行的一个事情 好 就这样子了 就这样子了 那我们今天的讨论 就到这里为止 如果你也对这个 选委会人选的课题 有什么看法和意见的话 也欢迎你在下面留言 然后我们也会 我们会去看的 我们是整天都会去看的 好 那我是李伟康 我是杰铜 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